想当年,我,是不是听住非常熟悉的一句话,爸妈,爷爷奶奶,长辈,都爱以此开头,后面就说一堆当年的生活故事,不过现在年轻人和小孩,手里都捧住手机,耳里塞住耳机,基本没有心思去了解老姨被口中的想当年。 俗话说有图有真相,下面一百张照片,从1865年开始,见证住武汉一百多年来的时代变化,好好看看想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提示,照片比较多,有一些也查不到年份,所以只按照了大概年份排序,1865年,汉口,汉口的法租界接警, 右边是明德饭店,这或许是汉口最早期的照片,汉口租界,大约拍摄于1868至1872年之间,湖广总督张之洞,督办修建军汉铁路,1874年,汉口,地方政要官员出行队伍排场,官员坐在后面的轿子中,1888年,汉口, 英国租界刨马场里的人群,1890年代,汉口江滩,和现在相比,船比人多,1894年,汉阳,张之洞试缠汉阳铁厂,1889年,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醒清朝政府批准成立的湖北工业学堂,汉口解放大道,协和医院,1910年,武汉诞生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图为湖北军政府成立,1911年,汉口,刘家庙车站,1911年10月,汉口,清军炮兵, 这是清军炮兵与革命军在刘家庙车站附近相互炮击,1911年10月,汉口,清军通过某座扶桥, 清末,汉口市政府外的人群,1913年,汉口水塔,是武汉市最早的一座高层建筑和标志性建筑,目前仍然保留,1913年,汉口,时尚的汉口女孩,汉口,汉江码头边上的吊脚楼, 大约拍摄于1913至1915年之间,1913至1915年,武昌城外,1913至1915年,从舌山看长江,民初,武昌, 奥略楼,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升任内阁大学室,军机大臣, 其门深鼓立在武昌舌山头建峰渡楼记张氏功德,张之洞诗涵, 更名奥略楼,取近书语,1916年,汉口,中国银行, 英租界建的围墙,挡住了中国银行的大门,此段围墙1923年拆除 1920年代,汉口市政厅 1926年,汉口租界 北伐军占领汉口前后,汉口英租界的滨江大道上, 由沙弹和铁丝网构筑的防御工事 俄国租界 1927年 汉口 一个人穿着与英日绝交口号的服装,参加反地游行示威 1927年 汉口 两名女子因为反对日、美、英、侵略我们的国家,被判处死刑在街道上公开执行 1927年 汉阳 汉阳钢铁厂 1930年 汉口 租界内江汉关中楼 汉口海关江汉 关于1861年11月成立 1922年11月4日 将汉关成立60周年时 该楼举行奠基典礼 1930年代的汉口租界 各外国租界研柱将案排列 1930年代 汉口商业街六渡桥 19世纪 19世纪30年代的巡礼门车站 巡礼门车站欧范十足 一直留存至2009年 后被拆除 地铁 地铁二号线巡礼门站 模仿 地铁二号线巡礼门车站 地铁二号线巡礼门车站 1950年代 汉口的民众乐园 1957年 汉口 由苏联援建的汉口长江大桥正在施工 1957年10月 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 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工铁两用桥 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 长江大桥的工区 仅仅只用了两年零一个月 1958年 汉口码头 长江航运管理局 把从四川运来的粮食装船运到上海去 1959年 武汉 女司机 1959年下修 武汉经历了八十余天的大汉 1961年 武汉 12月26日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度过了68岁生日 毛泽东每次来湖北 都入住东湖梅岭 他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走 到湖北去 还住梅岭 1962年 溥仪贝特社后与夫人李舒贤 参观武汉长江大桥 1969年国庆 武汉 湖北各民族身穿节日盛装 在戈战武 70年代武汉市城市地图 1871年 黄鹤楼 1971年 武汉长江边上 矗立在两个烟囱之间的伟人塑像 1980年代武汉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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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公园 1980年代 汉口火车站 1980年代 武汉 汉政街 途中拿点单的男子 是当时的一种职业点单 农民工进城务工才开始流行起来 80年代 武汉 客运港 那个时候 航运还非常兴旺 因为坐船比货车便宜不少 80年代的二桥小区 80年代的东湖 听涛轩 那时的风景也很宜人 80年代 游客在武汉大学 踏轻赏鹰 原来那个年代 就已经开始流行去五大赏鹰花了 80年代 武汉人在街头过早 1980年 一辆上海排轿车在街头抛锚 一群人在车后费力推车 1983年代水果湖 电车还是出行主流公共交通工具 1985年 武汉 黄鹤楼 1985年 武汉 航空路转盘 画面左边是汉口饭店 照片的拍摄角度 在武汉饭店的楼顶 也就是现在新世界中心店的位置 1985年 武汉 西洋西下的汉口饭店 汉口饭店是当时汉口的高层建筑地标 画面 画面左边中部隐约可见的武汉商场 1985年 武昌汽车客运站 现在的富加坡长途客运站 1984年建成 现在的客运站是2006年改建的 1985年 武汉一对新人在品方照相馆里拍婚纱照 1985年 武汉 国营水果商店 1985年 武汉 省富佑的御婴室 1985年 武汉 杨子江尼蓉服装厂的殿堂 1985年 武汉 江汉露精益眼镜店的两位女员工 在店前展示新款的墨镜 1985年 武汉洗衣机场出品的荷花台洗衣机 途中中间那台最大的洗衣机 就是1985年首次面试的双张洗衣机 1985年 武汉 中山大道江汉路口附近的亨达立钟表公司 1985年 春节夜里的江汉露天桥 江汉筹部公司的大招牌 也是不少人对江汉路的深切记忆 2015年天桥拆除重建 物是人非 1986年的武汉公交 1987年 汉口街头出现的舞蹈 估计现在都开始跳广场舞了吧 1988年 武汉市内的一个交通安全宣传标语 途中的黄鹤楼 依然是武汉不变的标志 看起来尤为亲切 20世纪90年代 武汉展览馆前 一队恋人正在亲热 一名执法者上前制止 20世纪90年代 靳雨昔来了 给黑白灰的武汉注入一抹红 1992年 有一路上的一家子善街 1993年 武汉汉洋码头 1993年 长江大桥上 吊辫子的一路电车 1994年 汉口外松软 司机试图扶正垃圾车 1995年 武汉 江汉路上的第一家麦当劳餐厅 1996年 武汉最后的吴殿村新州逢港村通电 1997年 桥口供电营业所大厅 包装一户一表排起了长队 1998年 汉口宝华街鸟看 1999年 武汉江汉路 人航天桥往中心百货大楼方向的场景 2004年7月 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开通运营 武汉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第一个开通轨道交通的城市 2004年 汉口六河路 2008年 江汉路人流 2008年 大雪中的晴川阁 2009年 大志门火车站 2009年 光谷广场 老武汉的百年变迁时 一点一滴 恍然如梦 不知这百年时光中 是否也有你曾经的想当年 是否也承载过你的轻松岁月 清晰历史 今后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